很多建筑在传统的建筑上 比方说竹屋椰板 或者是石板屋椰板 只要是结构 都不能烧印这个藤 藤边大师郑浩翔 这次受花莲瓦大一郎邀请 来到花莲展示他的藤边公寓 他也介绍自己制作的 碑南组绘所 家屋更烈了的缩小模型 郑浩翔从小就看着祖父 制作藤边用具 国小毕业后参加藤工艺训练 从此50年来工作都跟藤边有关 国小毕业那个时候 刚好有一个机会 也是政府机构办理的一个 对藤工艺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去参加了这个训练 那参加这个训练 从此我就开始就是接触了这个藤 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产业 到社会上去的时候 原来藤的应用是非常广 除了各展以外 这次郑浩翔也教导学员 制作难度较高的藤边六角编法 很难我觉得要稍微要有一定的逻辑的能力才可以做 我觉得很难 但是我想要学就是把它都学好 因为它其实在生活应用上都很多 北南族普悠玛部落长老郑浩翔 一生见证台湾藤产业的美丽与哀愁 50年来从学徒成为多家藤公司的技术总监或厂长 首次各展他将呈现部落的传统建筑 同时也展现藤在原住民生活中的运用 他希望把藤边公寓展现的祖先智慧传扬下去 原事新闻感谢玛雅花莲吉安采访报导